德布朗内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和上一个赛季的C罗成为队友 不然曼城早就捧起欧冠奖杯了 在近几个赛季的欧冠中 曼城的夺冠概率长期处于榜首 但却总是不能笑到最后 因为他们没有可以逆转局势的攻击手 斯特林的快乐足球 甚至将德布朗内逼成了一个无子登科的射手 当看到C罗时 从来不会主动交换球衣的丁丁 立马像迷地一般向C罗索要求移 因为在那个即便是英超最优秀的中锋 当时年仅28岁的凯恩 也不得不臣服于C罗的恐怖势力 比赛的钟声才刚刚跳响 C罗就用一较35米的暴力远射 诠释了红沫的热血 虽然在此之后 猪队友的送点马快的自摆乌龙 依次次将球队拉住绝境 但C罗实力的认可 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交集了